一年一度的威廉球是被籃球邀請賽 男籍組賽事將於15號登場 其中被譯為傳統好氣的台韓大戰 依舊被安排23號壓軸登場 事實上為了備戰8月中旬登場的亞洲杯 一戰仰戰 韓國隊這次陣容可說是精潤進出 有台灣球迷相當熟悉的前國民射手徐仔 擔任總教頭領軍出征 事實上徐仔在去年重新接掌國家隊兵服之後 便將終極目標放演2020的東京奧運 並著手進行陣容年輕化的變革 目前韓國隊後場控球部分 主要還是以29歲的金善亨為主 除了原本擅長的利用速度切入攻擊之外 最近兩年在三門嘗試的表現也有所精進 球風更是越來越犀利 而在去年瓊斯杯被受矚目的許修 許迅兄弟打 除了是總教練公子的身分之外 球場這樣的表現似乎也有乃富席日之風 展現得分助攻防守的全身手 尤其是年僅22歲的許姓 去年在對上中華藍的比賽中替補上陣 32分鐘就攪出了13分6助攻的高效率演出 而目前還具有學生身分的他 也被認為是未來五年內 太極旗軍團後場的重要球星 另外在禁區戰力方面 韓國隊就是帶了四位身高超過200公分的長人 來捍衛遊七區 其中去年排團大戰大殺四方 黃坎全場最高28分 身高有207公分的當家中鋒金中奎 今年依舊是中華隊必須克服的難題 這位2013年KBO的選手狀元 除了擁有穩健的地位單打技巧之外 最近幾年也趕上潮流 長出了中場距離砲管 也增加防守的難度 而在封線部分 核心人物應該就屬2016年KBO總冠軍MVP李承炫了 儘管去年的台韓大戰 因為受傷的關係 讓李承炫持上場打了短短的11分鐘 得分掛彈 也讓台灣球迷並沒有留下特別的印象 但這位身高197公分 擁有厚實身材的禁區漢將 向來是以增強籃板意識以拼盡聞名 加上中場距離投射也頗具水準 攻守兩端都具備相當的主宰力 正所謂好久陳夢迪 今天秋思被傳統的台韓大戰 將在7月23號禮拜天壓軸登場 而這場比賽也被認為是兩軍 在亞洲盃小組賽的前哨戰 無論是要互探虛實 還是要聲音給對手來個下馬威 這場傳統對決好戲 早已經未有先轟動 回來以前新聞